因為我在香港 因為有一群粉絲喜歡聽廣東歌 第一次錄音是在唱的人 全部都不知道大家在唱什麼 我自己唱 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 我大概知道 因為有老師教過 有寫下來 但唱的時候不會想那麼多 後來我錄了一次之後 我傳給他聽 我就很開心 他就跟我說 很好啊 他又很encouraging perfect marvellous 他很鼓勵 然後他就 但是 最開心的 其實是可以 將廣東 字 融入在 很西化的電子音樂裡面 平時唱廣東歌 要自正康圓 每一個字都要咬得很緊 要唱得很清楚 要唱得很清楚 這個是一個 廣東話歌的一個特色 但是 如果是唱 這一類型的歌的時候 是絕對不可以自正康圓的 又不能唱到別人聽不明白 你唱什麼 又不能清楚到 影響那個 音樂的感覺 音樂的感覺 那就會很奇怪的 永遠會有四季的花 爸爸媽媽給我聽很多不同的 類型的音樂 那這件事 我長大才知道這麼重要 嗯 重要在於自己的那個視覺 闊了很多 也都懂得去欣賞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種類的音樂 在我自己演繹一首歌的時候 或者去製作一首歌的時候 那種的 由裡面 即是吸收了的東西 從裡面再出來 我覺得來了香港 唱廣東歌也是另一個關鍵 因為 改變了我人生 我來了香港之後 整個人生 整個思維 整個音樂的路向 是改變了 我以前不表現 我是 我敢唱印度歌 韓文 日文 葡萄牙文 法文 特文 幾乎 你說得出的 我都唱過 不怕的 唯獨是廣東話歌 我怕 因為我未來香港之前 我不會講廣東話 很少聽廣東歌 很少來香港 對於這個地方是很陌生的 那麼 我 選擇了來這裡 我就是 所有東西 打破了 由裡面 愛慈 這個 這個建立 和這個成長 又是一個 好像一個重生 也都令到我 可以 更加的 了解自己的 好的地方 和不好的地方 自己的弱點 和優點 那麼 那麼 這十年 我都改變了很多 如果我有機會 跟當時的我講 我就是 會說 不要擔心這麼多 不要緊張 你相信自己 想表達什麼 你就在歌裡面表達 嗯 嗯 有時候太過多的計算 就會 失去了 做音樂的一種 純粹的 那種 感覺 那種 赤字之心 去到第二個十年的我講 都是繼續 去專注做好的音樂 自己相信是好的音樂 專注自己自身的 一些 自己的能量 如何去強化自己的能量 然後再 發放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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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